比如说常常说的比较寒昏的话 说疼啊 咳嗽啊 尿旋啊 尿旋啊 等等 那么比如说肺胃 这在招作有机会要的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病种 其中有一种叫肺胃 肺用咳嗽上气病 那么肺胃想到什么现在病啊 哦 倒反而被我们终于忽略了 因为我们似乎觉得这个病不大容易理解 所以是年轻以后越来越不齐了 肺胃是什么病 所以本科教材 内科教材 所有病都说相当现在什么病 就是到肺胃的时候不齐了 那么经过我多年研究 我发现肺胃就是肺癌 这十几年来多次就有关问题 讲演 写文章 写书 得到了同行的认可 也有效的提高了疗效 这就是我们从古代肿瘤之中 期间吸取了现代肿瘤的营养成分 那么我的中医抗癌灵症现实的第一部分 就是古迹心探 也就是这十几年来我对古迹中间 中医古迹中间治疗恶秀肿瘤的一个原死的记录 我记得我当年这个书出了以后 我让我的老师看 他看了以后很幽默的说 你比我强 我说此话再讲 他说你写的这一本书的这一部分 我写不来 言为之意就是说 你这个临床部分 奄奄部分 这一种书好写 而要说内经义主流 经科医主流 参金方律主流 九月权食义主流 叶天寺义主流 这可能还是一点硬工夫 我觉得老师就是老师 他说到了点子上 这个 这个我们只能从中医 多大精神 汉淫冲动的古迹中间 找出中医肿瘤 目前提高 创新的源头 才真正是找到了正确的道路 当然我自己的 也是身体力行的 比如说 我有一篇最著名的 讲演叫 风邪入理成流术 因为我认为风邪 才造成肿瘤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终于都知道 风为百病之长 难道不是肿瘤 这一大的疾病它长吗 怎么被我们忘了 是因为肿瘤是一个肿块 是一个实体 和虚无缥缈 来为中区为影的风邪 几乎好像是不搭界的 但是 有形就是从无形来的 这就是中医的奥妙 比如说 我提出了肿瘤可充 六经文字 我们把六经辨证 提高到了非常高的角度 甚至从科运碑开始起 去讲 六经险百病 六经可以治疗百病 可以用百病的争执 问题是 说的那么大 不仅用 肿瘤这一类疾病 能不能用六经 我们要的是解决问题 不是简单的一个概念 我们要的是中医 如何治疗肿瘤 当想去吃面 就这样的效果 而不是说中医多伟大 六经辨证多伟大 要说我个人也是 不断的学习中间 充实自己 前两三个月 我买了数代的两本大铺的书 一个叫圣地主路 一个叫圣汇方 我通过浏览 我发现 我们呢 在宋代 我们国家的中医水平 已经提高到了相当程度 这个 就像我们中医四大 中国的四大发明 中国赵子书的三大发明都在圣代一样 我们的中医也在这个时候相应得到了非常大的发展 但是呢 我们现在一说的 汉 唐 清 明 还对圣代忽略了 为什么 因为 圣代 的医家 在病病论据角度 抓到了 我们传统中医 能抓到的最高程度 但是 遇到了瓶颈 因为 我们传统的辩病论制 这个 受到了许多限制 病因不停操 针断有困难 所以到明代以后 除过明清时期 温病学家 这个 成为一个亮点 李思珍这样的一家 都走向了药物研究 而对这个 疾病的研究 我们依旧有 从广义的 伤寒游武 变为 狭义的伤寒 甚至 变成伤寒论的研究 路越走越载 张仲敬的 全书 伤寒论 是一个 辉煌的 宫殿 但是 我们要看到 在这个 宫殿以外 有许多 半拉子工程 我们现在 有了西医的争断 对病因的 深入的研究 对争断的 确切的 把握 提供了我们中医 进一步 深入的 基础 就是说 我们要把 西医 争断 中医 治疗 这一种 几十年来 这一种 简单的 模式 转变为 西医 争断 中医的 理发方要 体系建立的 这一个 研究 转变 而不能 解几次 西医 中医 简单的 用药 中医 要从 病因 病激 疾病的 转断 规律 它的 主要 方要 自成 体系的 研究 时代 已经 给我们 打开了 一条 康庄 大道 只有 把这些 半拉子工程 建立起来 我们就可能 在 二十一世纪 不长时间内 取得更大的 辉煌 大家好 今天呢 我将用 这个 一小段 时间 说一下 主流的 病因 病激 问题 我们 中国 中医的 病因 病激 非常 有 病激